曼寧與野馬隊 將愛國者殺的片甲不留 丹佛野馬隊 在這星期天成功進軍超級盃 是分為陪盾曼寧大戰湯姆布雷迪 率領野馬以20比18 打敗英格蘭愛國者 曼寧雖然身手不如以往 但野馬隊的陣容中高手雲吉啊 曼寧跟鞭豐歐文丹尼爾斯的默契 天衣無縫 連兩次漂亮的達陣得分 這場的MVP肯定是野馬的超強防守啦 布雷迪這次遭到重兵勘守 總共被擒殺4次 也被撞了23次 威爾跟米勒的壓迫式防守功不可沒 而愛國者的格蘭考斯基 發生抽筋狀況 連氧氣桶都用上了 野馬隊這次真的將愛國者殺的片甲不留 贏了這場比賽後 丹佛即將會在超級杯總決賽 與卡羅來納黑豹隊爭奪冠軍